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理髮师特别爱给我留长长的病角 现在看是ok的 等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这个病角就特别长 很像鲤鱼巾 所以下次可能就会再剪短一点 我这次去福州期没干嘛 就吃吃喝喝了 所以你们会看到我的脸有点圆润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谅解 要不我离镜头远一点好了 虽然我是临时洗衣决定去的 但是我还是制盘了不少好看的新衣服的 我等一下一套一套给你们分享 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会分享一些我的就是出游穿搭的小撇布 我前天刚学会这个词小撇布怎么样 首先要给你们分享 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也是这一趟旅程中 我最爱的一套 它就是非常的厚 算是我最厚的唯一了 这360克的面料 你看以下是家容的 你不要觉得它很臃肿 其实不是说我现在坐在地上 因为我录视频的时候 我喜欢就是做这样 我整个姿态比较放松 对 要不然我会很拘谨 就说话我也会很紧张 我觉得穿一件卫衣可能太冷了 我就穿了一件 两件 三件 四件 下面就是我肚子了 里面还有秋衣什么的 就比较厚 淤在这里 这件卫衣非常宽松 很大是L码的 这件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是被它的米白色所吸引 它的买家就什么都拍特别好看 但是自己要冷静下来 你不能因为它买家就好看 你就买回来 我想一下可能还是灰色适合我 买回来果然灰色还是蛮乘我心意的 然后前面是这个非常可爱 淡紫色 直喷的印花 很可爱的 这样的 它背后也有 背后就是它这个 不知道小鸭的还是小鸡什么的 背面在这个后面 好 大家为什么我已经撞测了一下 用这个粉裤子和蓝色 这个但是它已经下架了 去年冬天买的 非常有趣 很像那种蜡笔色 铜趣这样的颜色点缀在后面 魔术贴可以撕开的 你看 声音好大 你也可以自己DIY去互动它 我拍的时候就把这个红色搭在了前面 我一开始以为前面的镇头被我弄掉了 其实不是 它就本来好像就没有 所以你可以把它贴到前面 它已经下架了 我就不再再多说了 然后这是这条裤子 这条裤子真的非常的显眼 非常的吸引人眼球 但是它的版型真的非常的夸 非常的阔 你如果不是喜欢这种一日戏中 街头宽松的感觉 你可能就没办法get它的style 你一定要能接受它 你再去买 不要你接受不了 你就光看它颜色好看就买 买回来你再骂它说它太大 它真不过它真的很大 我这个是L嘛 所以你们如果是跟我一样的175的身高的话 你不要跟想请去选L 我觉得L有点过长过大了 它其实是很薄的卡其布的面料 斜纹布的 有点脏脏粉 但我更喜欢称呼它为蜡笔粉 灰色和粉色天佐之河绝配的颜色 当然我也试了一下 我发现黑色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这就是第一套 但是介绍一下眼镜好了 等一下也要介绍眼镜 这个眼镜的时候 我有那种宽的正方方的 我也买了就很大的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越大的眼睛 可以越显自己脸小什么的 但我发现那个很不适合我 我戴上不太好看 我还买了几个嘞 所以反而这种正等的 有点圆弧形的比较适合我 虽然戴上就有点憨憨的 但是我觉得还挺好 这样你可以遮盖自己的疲惫的容颜什么的 因为我不是最近很长一段时间 眼睛不好嘛 就是会也有一点越来越无神了 所以我还蛮爱戴镜框 这个算是我买的 我买了很多镜框 都算是我买的里面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了 但是它有点过紧了 你知道吗 就我本来是这边 就是有点凹进去比较瘦的 我都觉得有点紧 所以你们肯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我这里比较凹进去 所以我的理发师总是用这个病脚给我遮住 那么就先说第一天坐过去穿这套 也是我带了这个黑色镜框那一套 我想是从杭州过去买 多少它怎么服装都比杭州要暖和 所以就是要穿最厚实的衣服过去 它上面是羊羔毛拼了皮的 对 这不前面这个花纹呢 就有点像镜子去包纹 但又不是像包纹 但它很深沉 所以其实也非常的好搭配这个颜色 我选它就是因为它够厚实 因为外面这个 羊羔毛的部分已经非常扎实了 里面还做了这种的 很加厚的夹棉的 我去那天刚好大脚 我就是零下三到四度的时候 我穿上它里面的穿一件毛衣 毛衣里面我还是会戴这种 这种程度的卫衣 里面再加上我的秋衣 完全不冷 很扛风 但是就是风大的时候 你一定要戴个帽子什么的 因为我那天早完全忘记来不及 我整个耳朵要被冻掉了 我的耳朵不是我的耳朵了 我穿实话说袖子有点长了的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身高 我觉得你去L就行了 它领子里面是皮的 所以你第一开始穿上去 就我现在家里还好 就是你穿外面的时候 你刚套上的时候 我就一下有一点冰 所以你可能需要稍微适应一下它这个温度 还有就是一般这种皮的衣服 你买回来一定要在太阳下稍微晒一下 就不会有味道 因为皮多少都是味道的 然后搭配的这件是这个 是我前面 哎呦很麻烦 我搭配里面这个毛衣 是我前面一次的冬装穿搭手就买过了 但是没用上 这一次出去把它穿上了 在高级和复古之间融合和游走的感觉 虽然它是毛衣 但它材质特别像微化饼干 你看这边是珠古丽色的外面 而流出来这个巧克力酱 我也特别喜欢这个部分 它的卷边特别好看 是这样一个老鹰的提花 背后是英文字母这样子 也是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牌子的衣服 都特别的大 宽松 所以我这件是S 它已经是宽松的效果了 有的真的不能怪我 所以他们自己做的很大的 我本来设想非常美好 所以我去穿一套 回来再穿一套 所以我就准备了三套 准备在里面选的结果 我把中间其他衣服 全部都塞进箱子里之后 哇 这两套完全塞不进 但是我都已经搭好了 首先是这个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像奥利奥 夹心饼干 很厚实 有点像假装乖乖仔的感觉 前面是这样的一个翻领 但它在这边连了一个夹 就有点像夹两件 连这样的一个帽子 外面是这种细的 黑色灯芯笼的材质 里面是这样一种 羊羔毛姚力绒穿 就这样子 雪白的 很像踩着雪地里的感觉 这件我觉得有点小 因为我这件已经是最大麻了 我上身我觉得里面 就是不太能塞什么衣服在里面了 所以搭配它的时候 尽量简单一点就好了 它这一块用了飞机扣金属的 把它扣上也很好看 你也不用再多搭什么花样了 所以我搭它的时候 我想就是里面搭一个高领 就是高领我就不用给大家展示了 然后下面就穿一条黑色的 也同样是我经常用的灯芯笼的裤子 这样黑色一套在里面 当然还背一个大包 因为你在旅途中 这大包就是一定需要的 我是一个坐车的时候 很容易丢东西的人 所以我后来养钱习惯 说背大包 这样我就是会有什么餐巾纸 酒精棉片这些 全部塞进去很方便 这你可以组合成一个搭配的一个部分 好 另外一套 它这件会相对于薄一点 这种焦糖棕的杨力绒的 衬衫甲克版型 你看这个领子是这样子的 非常适合这种肩窄的人穿 可能肩厚的人就不太适合 反而我穿就会显得 这个部分比较好看 可以遮盖我的一些不足的部分 它就是有一些细小的细节 比如说你看这里 有爱心的刺绣 后面有个标牌 在后面 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大银花 就可以选择它 就是一些细小的 微微小小的部分 但是大家就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出来 就发现那个果绿色 银米约透架里面是非常好看的 在旅途中可能路上的时候 我喜欢穿的舒服一点 方便你行动 接着这件你们评论说 像被雷劈过一样 这个牛仔的外套 我就是觉得这个 你看这个蓝色闪电遍布 一整身多精彩 就一下子给抓住别人的眼球 很适合出去浪的时候穿 而且福州比杭州热 又刚好可以穿 虽然我到那几天 好像也没有热到哪去了 中间会有一点稍微水洗的 然后上面这个硬花是纸喷的 我有看评论说 这个容易掉 我还没洗过 我不知道 我就用手扣 疯狂的扣它 反正暂时是不会掉的 今天我选择Alma 有点大了 就对于175人来说 因为袖长会有点长 这个外套本身 它有一个配套的裤子 也是牛仔的 就是整个霹雳是一身 这种绿色的霹雳 我觉得这样一身 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我们有时候懂得稍微收敛一点 我就没买那条裤子 我就搭了一个铜色系的 就是这个很颜色 非常相近 一个牛仔裤 所以下半身有个套装大 黄色的高领 然后搭了这个小包 这种手的形状 毛毛的这种小包 是丽君汪的 他们今年出了蛮多这种毛绒的单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这个实话说 它装不了什么东西 我连手都栽不进去 它就这么半截的 但它很可爱 你就可以作为装饰了 每个颜色都买了 因为我想好奇 我就都拆开来了 它也没包装了 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 那它们不是什么多贵种的礼物 我就可以作为一个 开年的小礼物送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发发弹幕 然后我就把这四个抽给你们 接着就是这种 老绅士的那一套 它这个千鸟格的一个 泥子的长大衣 它哇 真的非常忍的一个阔性 它肩膀就有垫肩 而且本来就已经很阔的了 它我选的是MMA 是你一定要在里面穿很多层次在里面 否则就有点撑不起来 就要多穿它才可以撑起来 所以这我也提前跟你们说过 大衣很长会很压身高 所以我里面就搭了一个高领 然后搭了一条修身的裤子 就会稍微看起来的比例稍微好一点 它其实店铺里面的详情搭的是非常寒 寒饭非常欧巴的 我是把它搭的有点复古 有点像那种老绅士的感觉 因为福州市区有很多教堂 什么这种老建筑 但我不得不感叹的时候 它大概是370的左右 我买到的吧 很厚 然后这么长一间 所以我觉得价钱还是挺实惠的 可能就是驾驭方面 不是那么的好驾驭 我搭它的时候不是搭了这么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本来就特别大 然后戴上去之后 我有很多这种帽子 我很喜欢它这种帽性 最后我好像冬天的帽子 可以专门出一期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后面有没有时间 搭上它 因为它肩膀本来就很宽 再加上这个帽子很大 显得我整个脸头巨小 真的不是我皮的事就拍起来 就戴上就很小 我现在不想戴 但是我后面的头发就乱了 简直穿上它我就心花怒放 我就是一个小脑袋怪 这些下面套就是小湘峰的外套 它就说实话 这个外套不是非常的好穿 我就是一了自己想要穿 小湘峰外套的一个心愿吧 买了在家躺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这次就是出去玩 才把它穿出去了 它就是你看看这下面这个银丝 你看看这个香边 看这个多么奢华的珍珠扭扣 就非常的到位 它整个的版型 它是属于这种是短款的 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一点扩形的 所以穿上的时候一定要抬头挺胸 你稍微有点脱就不行 就完全你感觉像个龟公 搭这个的时候 我不是戴了一个珍珠项链 我就是用来纯搭配的 店铺上写的是贝珠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仿珍珠的 我也买了这种全都是用大珍珠的 然后我觉得还是这种 它银色珠链串起来一个一个小珍珠之类 会好搭配一点 它戴上我脖子之后 就在锁骨下面几厘米这样的一个部分 还有就是 你们应该有看到 是我搭配这个小香风 有带了一个长得非常像星星形状的耳钉 是这样子 它其实是一个十字架 然后中间会镶了一颗钻石 搭配在稍微奢华华丽的衣服里面 就可以去搭配它 这个是KVK送给我的 然后我同时还选了一些其他的 我觉得它的包装也做得特别好 你看 就黑色的这种方色盒子 然后会打开一个这样的一个 刚刚电池没电了 换了个电池 继续 刚刚这个耳钉呢 它就是戴上去 你就一定要耳朵露出来 才可以显示出它美 就是Shining 然后我们就是其他几个 一个是这个蜘蛛的胸针 你看它做躲逼针 栩栩如生的小蜘蛛 然后就会八只小脚 就是白金的 然后下面挂了一个浅绿色的 我看了一下是纳米宝石来的 它就是你可以搭配在西装 大衣这个侧面 别在这里 简直灵魂伴侣 先是火焰形状的戒指 对它上面就是金属 再加上这个发廊的 材质是红色的 这个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我选的是10号的 其实有点选大了 因为我的骨节是比较粗的 很怕自己戴不上 结果选了这个 可能是唯一一个 我能戴进我这个中指的戒指 刚好也可以填补这个戒指的空缺 我还选了一个是一个波浪形状的锁骨链 它在这边是可以调节长度的 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很人性化 它上面就是一小截一小截 连接在一起的 会隔着一小段 会有一个钻石 它钻石有长的 有方的 就比较不规则 但都比较小的 所以不会过分的华丽 搭配各种衣服都OK的 我选择节那天刚好戴了它 你们可能看我自拍里面 就能发现这条项链 那天选择节就穿这个毛衣 想踩就给你们分享一下 它就是一个针织毛线的马甲 是不是很红 好红 它就是very喜庆 搭得好还好 搭得不好的话 就可能有点像还卫工人 我这个是L的 我穿在大衣的外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可能不能轻易的去洗它 有点气球 因为我还没洗过它 就是穿了两次 就是稍微有点祈求的趋势 所有部分都分享完了 接着要分享的 这个是我双十一买的高山热的新品 它们是我前两周才收到的 不止45天 肯定不是它们定所发货的日子 拖了很久 我觉得每一个耐心等待的顾客 都是善良的天使 第一件要分享是 这个印第安图腾的姚立人的外套 它是双面的 但是非常薄 还好选择XL 就可以尽情在里面叠穿 双面可以穿 反面是这样的 显卡几色加格纹的这一面也是好看的 我收到的那天 刚好决定去打卡梁主 就是不是有个小奈良 就是有路的那种 但它离我们家超级远的地方 刚好那天还没想好 今天要穿什么 早上就收到他们的快递 打开来之后就发现 它还挺城市户外的 就灵机一动就搭配了一下 我觉得我简直是一个 平平无奇的搭配小天才 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利用它双面型 就可以搭两套look出来 我想这么远的话 我只拍一套的照片 就有点太少了 所以我就换了帽子和围巾 里面都不用换 下面也不用换 还挺开心 就美滋滋的去了 在他们家买其他的单品 也是那天用到的 一个就是小包 也是这种毛毛的小包 其实也不能装什么 但是我比手的稍微 能装多一点 手机还是能装进去的 外套我已经选了颜色了 我包就选另外一个花纹 就是卡其紫色这样的 还有就是这个围巾 是用羽绒的 挺多一种羽绒围巾的 我自己好像有点很喜欢这样的款式 这个是我买到的 就通常最少的一个 但我很喜欢它这个设计 它是这种长条状就方块型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去装饰它 然后两边有一个隐形搭搭链 所以你可以不要把口袋穿进去 我觉得这样去搭配在大衣外面 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有点后悔 我没选另外一个颜色 我买回来就想 因为我买太久了 我完全忘记它了 我想我为什么没有买均绿色 我记得我买的是均绿色 因为均绿色的反面是橘色的嘛 这个就是深蓝色 反面是黑色 感觉没那么显眼 我一个这么喜欢显眼的东西的人 怎么会不买亮眼的颜色 我可能当时脑子抽掉了 最后呢要分享的是一个 也算是项链戒指什么的吧 是幕后之地的 这个呢是他们送我的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是618的时候买的 是一个小橱橱的戒指 它这边的开口是可以自己去控制它大小的 我买的这个是8号吧 也挺大的 除了中纸之外都可以戴进去 它做的非常的精细 它就是925的银 然后中间的这个呢是镀金的 上面中间这个小钻的部分呢 是有一颗告示 很小很小的告示 像是他们后来送我的 我看官方写的是什么 爱与奉献的系列 是一个小的 上面是个小十字架 十字架上面有一个耶稣 都非常惊喜 栩栩如生 而且它这个链子呢 也和别的链子不一样 就是做工很好 然后这个项链呢 它其实不是特别长的 也就是到锁骨下面一点点的位置的 经常搭配在西装和大衣里面去配戴它 有的时候你不想太复杂 就简单搭配里面穿一个T恤 或者就是高领的时候就可以搭配在里面 我还夸一下 就是他们这个包装盒做的特别好 就是罐头的 然后上面有送这样的一个小起子 你当时打开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撬开 桌子上做一个摆设 也可以在里面塞一些配饰 做一个小配饰盒 我觉得个设计还是蛮不错的 好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些了 本来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是很多 就是说说的好像也说了挺长时间的 这东西好像比我想的东西要多 我呢不是这期的都有拍一些照片吗 之前出门的时候 所以我会整理一个图温版的 就是纯搭配这期的 就会把其他的鞋什么的 更详细的标注在里面 可能不会这一期的更 可能过两天 我其实在去福州之前呢 就有拍一期就是我爱黑色的 但我是去福州了嘛 然后就没时间剪就没剪 加上我回来又觉得大降温了 我很怕发了之后说 说说说说 哎不保暖 怎么的 所以我先给你们打一个预防针 就是下面一期 如果你们看到发了 就代表我剪完了 大家看到就给我捧场就好了 它不太实用 也不太保暖 完全就是我自己 心血来潮 把我积攒的一些黑色单品 就是混合混合混合 搭配了几套给你们 这期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